裁判谈关键改判,怀疑詹姆斯站在河里冲撞区内,所以看了回放勇士124比114加10击败骑士,总决赛1比0领先,裁判Ken Maher和Tony Brothers对几个争议判发作了解释。 记者,能解释一下,詹姆斯最后36.4秒,造KD进攻犯规,改判成阻挡犯规吗?Maher看回放的理由是我们怀疑,勒布朗是否站在河里冲撞区域以内,而在看回放时我们可以针对他的防守位置,是否合理合法做出改判,在杜兰特做出投篮动作前,他的防守位置不合法没有站稳,所以我们改成阻挡犯规。 记者,TT的恶意犯规,Brothers从我在场上的角度来看,他冲向利文斯顿,他的肘很高,打到头部了,所以这是我吹罚犯规,并将他罚出去的理由。